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使用阿贾克斯库 Axios 咱们上期是使用了Budelstrap库 干什么呢 让网页中的组件更加的漂亮 对不对 那么今天咱们使用阿贾克斯库 干什么 从服务器端取得数据 因为咱们用VUE开发的应用程序吧 它都是基于单页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不提交 好 你不提交的话 你如何取得服务器端数据呢 通过咱们这个阿贾克斯库就能够取得 怎么做 咱们看啊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咱们为网页增加一个远程数据的存取能力 听着很厉害 很悬啊 好 第二个呢 咱们就今天活用一下Axis库 看看怎么取得啊 其实这个库 大家请看 我这写了 它不光支持浏览器 更重要的是 它也能够用于Node.js的开发 服务器端开发也能够使用 不过今天咱们讲解的还是使用溜达器啊 好 下面给您看一下这个Axios的官网啊 所谓的官网其实就是GitHub的网站 咱们看一下 够 这是我的官网啊 好 咱们进入它的官网看一下 先看哪个 先看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它的星数居然达到了4万 都快赶上VUE了 对吧 不过VUE也赶不上 VUE将近10万了啊 说明什么 说明全世界的人都在用 全世界的开发者都在用它 非常的不错 然后咱们再往下 看这地方 这是对浏览器的支持 大家请看 目前主流的浏览器 除了IE9 温7它不支持 其他的主流浏览器它都支持 那咱们干什么 不用它 非常的好用啊 OK 那咱就不再吹它了 下面是它的基本使用方式 有兴趣方法可以读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看 我如何把这个库加到咱们的VUE的工程中来 怎么做 看啊 首先 进入到咱们的工程 没问题吧 然后呢 和上期一样 如何安装呢 npm install 安装 然后减减save 装到package.json 然后呢 下面这个是精确版本号存储 save exact 没问题吧 然后装谁 注意看啊 第一 Axios 这肯定要装嘛 对吧 第二个 也要装 推荐您要装 这是什么 这个是对Axios 进行封装的一个 未优异的组件 咱们装上它之后 咱们就可以说 非常简单的能够使用Axios库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推荐安装 不是必须 这个地方是必须嘛 你不装的话 你怎么使呢 对不对 OK 我推荐您装这两个库啊 好 那么怎么用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下面 注册组件 怎么注册 跟咱们上期 其实不都strap一样啊 编辑一下这个 闷点js的文件 然后呢 import两个库 哪两个库 这不就刚才咱们装这两个库嘛 对不对 把它import进来 一个叫做Axios 一个叫做VueAxios import完之后 大请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你import 你不使用它能够Vue知道吗 它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需要在它的全局区中注册这两个组件 注册完之后 就怎么样 注册完之后 就能够让所有的组件都能够访问到Axios的库 咱们这么一句话就能够搞定 谁给搞定的 大家注意看 是这个VueAxios 是这个库搞定的 这个库仅仅是提供了http存取功能 这个库呢 为咱们的Axios加Vue做了很多的优化 所以说咱们这么一行命令就搞定 让所有的组件都能够存取这个库啊 好 怎么存取 这是咱们下面的问题啊 咱们看啊 我今天视频可能有点抄啊 咱们编辑一下默认的这个工程给他们生成的组件 组件的详细放到下期去讲 今天咱们先使用Axios库啊 咱们编辑一下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在什么地方 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网页根目录 SRC原代码 然后有一个组件打开 在这个地方 叫Hello World 对吧 咱们现在编辑一下它 然后呢 在模板区加入一行HTML 其中引用到了一个content内容的变量 然后呢 再往下看 在这个Java代码实现的部分呢 首先声明一个content变量 没问题吧 OK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以后给您讲啊 其实这个地方我以前应该是讲过 就是说为优异组件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叫做mounted 叫做方法也行 叫做事件也行 什么意思 就是当画面启动 完全初始化完成之后 会调用这个方法 或者说会调用这个事件 都可以 咱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干什么 大请看 这个地方 我通过this.axios 能够取到axios这个组件 然后利用它的postal方法 干什么 向这个网站 向这个网址 进行一次提交 然后它给我返回一个结果集 body 然后我把这个body里面的.date 复给咱们的这个contents变量 我说的有点快吗 不快啊 能听明白啊 咱们通过这三行代码干什么 是利用axios 向这个网址 进行提交 向这个API进行提交 然后给咱们返回一个数据body 然后咱们把这个body 这个下面的这个data属性 附给咱们的变量 这两个是一回事啊 然后咱们附完之后呢 这个contents就能够在网页中显示出来 没有问题吧 好 我再给您解释一下啊 这个API这个网址是什么 这个网址啊 是我开发的一个API的网站 就供您平时测试使用啊 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API网站 这个也是拿nono.js做的啊 这个地方我呢 默认的给您提供一个叫做新闻API 咱们点击进入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API的使用方法呢 是这样使用 您可以使用啊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没有问题啊 但是注意要传几个参数 第一 传一个page size 我给您取数据 我给您取新闻 那每次取多少条啊 这地方可以传入 然后呢 从地底下开始取 也能传入 然后第三个 版权 因为这不是我的版权嘛 这我是用爬虫图码抓的啊 新闻出处 就说您想取什么样的新闻 比如说开言中国 比如说OSDN 比如说FX168财经新闻 都可以 然后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组合 您就能够取到数据 如果您什么都不传 咱们就用这个方法试一下 我什么都不传 简单取到是这样的一个数组 里面存着我给您抓来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 然后呢 利用这个post测试 就能看到啊 我能取到这个看中国的最新的新闻 记住感觉啊 OK 这个方法呢 呃 免费使用 我呢 推荐给大家 这个是让您注意为这个开发调试使用 不要用于商业用途啊 这是我拜托大家的一件事 好 请大家记住我的网址啊 通过这个网址就能够用我的简单的新闻API OK 那咱们也试一试吧 看看怎么用啊 首先 下面这个不用管啊 下面这个是VSS 这个是VS code的一个简单的使用方法 呃 干什么呃 格式化时候呢 四个空格 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我就不给您说了 咱们直接跑咱们的这个例子啊 首先 首先我先切到我的这个终端 进入myweb的这个follow档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安装一下这两个组件 咱们先看一下啊 我的这个package JSON里面 这个依赖库 没有这个组件吧 对吧 这个blogstrap是上次装的4.1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现在马上当场安装啊 口碑过来 试一试 够 希望今天我的网络给我争口气 马上能够给我安装成功啊 因为它是node.js的第三方库 它内部又依赖很多node.js的其他库 所以说安装起来 花多少时间 我还真的就不好预测 不管了 像它装吧 呃 它装的时候咱们继续做啊 咱们编辑一下这个main.js文件 在哪里 刚刚跟您说了啊 在这个原文件加下 然后叫做一个main.js 这个地方 咱怎么编啊 大家请看 这上次咱们编的这个blogstrap 今天咱们再来啊 把这两个库拷贝过来 这三行吧 一个是import 一个是注册 都需要啊 ok 没有问题吧 这两行是说把咱们库inport进来 这个是es6语法啊 或者是叫做这个es2015的语法 然后这个地方是把它注册到咱们vue全局组件当中去 没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编辑一下helloword这个组件 这个是它声称工程师默认给它们声称的组件 里面内容咱们把它删掉 重新编译 看一下啊 在哪 在这个地方 有个helloword吧 没问题吧 库展名是.we 点击打开 这里面存放的是各种各样的默认的代码 咱们不要把它删掉 大家请看 我只留模板里面的一个div 其他都不要啊 下面呢 是这个组件里面的渣码脚本的部分 再下面是这个组件里面的什么css的部分 对不对 这个咱也不要 都删掉 这个组件每个内容都干什么的 我准备做到下期去做啊 今天咱们先不讲这些东西 不是咱的重点啊 好 咱们这组件里面干什么 拷贝这个代码 为什么 因为咱们通过它要取得服务器端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而且把它显示出来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咱们在这个地方 组件的地方 大家请看 我定义这个contents变量 不定义怎么能够使用呢 对不对 把这message去掉 不要 要这contents变量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要在编辑下这mount 叫做event也行 不是 叫做event也行 事件也行 叫做方法也行 无所谓啊 这个根据您的习惯 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叫做方法 但是它其实是事件啊 好 咱们考完啊 考到这个data的后面 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 当咱们页面装载时 它就能够执行这些代码 然后从我的服务器取到最新的新闻 然后把它附给这个contents变量 以便于咱们在这个地方显示 OK 咱们试一下啊 我这都做完之后 我看啊 应该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漏的代码啊 OK 看 我先看这库装没装完 哎 怎么样 说完旗下就装完了吧 哦 它提示我这npm要升级啊 这个咱回头再说 装完之后 咱们该怎么运行呢 上期跟您说的吧 npm run dv也行 ntm start也行 无所谓 这两个命令等效啊 大型啊 这地方这不也运行吗 npm run dv一回事啊 呃 我的这个电脑是双核3.2G 内存是16个G 应该不是很慢吧 虽然我在虚拟机里面应该不是很慢 但是呃 node.js有时它编译的话 可能会有点慢 这个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可能过两天我做科件做的多的话 再慢的话我可能不行 再买它电脑 没必要啊 这投资有点大 你看我这台电脑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18万日元 合人币的话大概是13000 而且光有主机不带显示器 呃 所以说 其实在日本这边就是买电脑 真的是 投资有点大 有点大 因为我的显卡还是不错 显卡是9800是吧 我忘了 啊 这不说了 运行起来 咱们呢去执行下这URL go 到浏览器当中 然后咱们口碑过来 go 大家请看 数据过来了吧 这个过程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这个地方初始化 然后呢从我这个网站中取数据 取完数据 我会给你返回一个body 而这body点的data属性 附给这个空子的内容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的网站 所取到的所有的数据 没有问题吧 你看 比如说这个oracle8 前面打两个oracle8 对吧 刚才对应了也是 我再给你进一下啊 用post提交的方式 大家请看 这也是吗 两个oracle8 没有问题吧 啊 我这个还真的是 我再开一个吧 稍等啊 没有问题吧 取到数据 跟我apm服务器取到数据完全一样 第三行是说 今天这个gdk gdk我出来就生气啊 oracle今天gdk呢又更新了 我还得升级 但是他今天我升级之后 他给我提示一个警告干什么 他就说 呃 企业用户只能用到2019年1月份 我非常生气啊 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ok 今天内容呢应该就是这么多 咱们呢 成功把access这个酷呢 导到咱们的优异工程 而且呢 成功从服务器端取到了数据 呃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您把我的代码实际运行一下 呃 应该马上就能看到效果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呃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youtube的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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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